在演艺圈中的明星 有些能恒久存在 有些却只是谈话一线 在巅峰过后 很快就消失在了大众面前 空流下一片唏嘘 而那些突然消失的艺人 有些是因为时运不济 或是一朝不慎误入歧途 有些则是因为自身德行有亏 导致口碑大崩 而今天要说的自身艺人沈士华 虽然没有人人喊打 却也因为自身失德 错过了一些机会 此外 他与父亲的感情纠葛 也是演艺圈老生常谈的话题 昔日 红极一时的女星沈士华 当年一出道 就凭借于寇时勋主演的 昨夜星辰大方一彩 成为不少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生人的梦中情人 而今时光飞逝 现年已经六十多岁的他 已鲜少抛头露面 化身幕后制作人 用不同的方式为演艺圈尽心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几年前 他在所出品的戏剧 《白袍下的高跟鞋》中 将自身对罹患帕金森正父亲的亏欠 融入剧情 除了感动无数观众外 也是为人子女的他 对天上父亲最诚挚的道歉 沈世华曾坦言 三十多年前 社会上对帕金森正并不了解 所以患有该病的父亲 一直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对待 家中所有人都只觉得 父亲就是老了 所以走路变得很慢 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事实上 就连他带父亲出门散步时 也曾因为感到不耐烦 而对父亲态度恶劣 甚至还用手在背后推着父亲 催促他走快一点 完全没有意识到 父亲是因为生病了 所以后退无力 依其当时的情况 他至今仍觉得好后悔 尤其是后来经过医生确诊 发现父亲的真实病况后 不过短短五年 父亲就因为肺部感染 造成的并发症过失 即便父亲已经离开多年 每每想到他 当年未受到妥善的照顾 审视华人感到满满的愧疚 说着还难忍悲情直言 这是心中永远不能释怀的痛 他还透露 当年能有机会 制作以帕金森正为主题的戏剧 是老天爷的安排 可以帮助他 面对抚平长久以来的伤痛 所以剧中 他才会特别安排一些 当年自己与爸爸相处的情况 此外 沈世华二十岁出道就开始爆红 但可惜 因为年纪尚欠而走错了人生路 被富生欺骗 借度生子 前途尽毁 在那个年代 他已经成为了中世 最出色的女演员 而且出演的剧集 春城无处不飞花 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 和非常高的评价 在1980年 他又获得了一个金马奖 醉虾女配角 事业起点可以说是非常高 令众人羡慕 但一切来得快 也去得快 正当他抱红抱紫的时候 却传出他与某董事会的富商 未婚产女 当时他丢掉了自己的全部工作机会 之后 因为生的不是男孩 而慢慢被富商给抛弃 直到最后 母女在一起生活 孩子就连户口与正常的家庭 都不能拥有 甚至还被富商提出 要演孩子DNA的要求 可以说 当时年轻漂亮的他 是被抛弃了之后 还惨遭富商羞辱了一番 奈何一切已经无法回头 在事后的采访之中 他形容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 一度想着带自己的孩子轻生 但事后的八年里 他为了孩子的教育费 与户籍等问题一直奔波 最终才获得了法院判决的抚养费 沈世华的人生远不止这些坎坷 2016年 他曾以制作电影 《海角七号音乐剧》对外募捐 向其实公司募集了150万元 而音乐剧却迟迟没下文 因此提告 受害者其实公司负责人 曾具体指控沈世华向他募资时 表示已经在筹划制作音乐剧 而且保证无论盈亏都会归还投资款项 还以公司陈威影艺名义开支票担保 但不仅音乐剧没出来 拿支票兑现 更发现陈威影艺被银行列为拒绝往来户 还改名为喜鹊传媒 认为沈世华是诈骗才提告 原先检方已投资纠纷属于民事官司 及予不起诉处分 但高检署发回重查 再度传唤沈世华 他辩称 其实公司负责人投资的是另一部音乐剧 但因为剧本未完成计划而喊停 不过检方认为 他签约投资的的确是海角七号音乐剧 以制作之名对外募资涉嫌诈欺 该依法起诉 前经纪人则表示 他前去内地拍戏后 台湾手机门号停用 暂时联系不上 而对于他的行为 电影《海角七号》导演魏德胜 与音乐剧制作方皆不知情 不多做回应 念及他曾经的红火 这件被告之事可谓是莫大的嘲讽 而如今再度回想起 未婚生女轰动演艺圈一事 他坦言 自己付出了太大代价 更说年轻时一味孤行 只为了满足自己想要的 当了妈妈后才知道 当年自己的母亲 有多么担心与不舍 他之前曾与马之勤宣传信息 回首感情路 两人都非常后悔 马之勤是因脾气坏 离过三次婚 三个前夫四个儿子 都爱他又怕他 而一次婚都没结的沈世华 因为一顿不伦练 付出极惨痛的代价 在现场沈春华访问他时问道 妈妈当时也陪着你承担 对妈妈有没有亏欠 他感慨地说 真是好大的亏欠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种痛 是很大的 事隔这么多年 女儿都已经长大 自己才心有所悟 他现在对女儿要求相当严格 虽然他赞同女儿多交朋友 多看看 但绝不让女儿在感情上 走冤枉路 太年轻就进入家庭 而且有次女儿跟他坦诚 说交了男朋友 他便要女儿约对方 跟对方的父亲出来 就是想要让对方重视 希望男生认真 而且觉得想谈感情可以 但要先把书读好 所有丑话都必须先讲在前面 这一举动 也让沈春华好奇后续发展 他随后便笑说 直接把男生给吓跑 硬是拆散了小情侣 当时女儿的同学还在背后说 你妈妈是疯子 是精神病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笑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时候女儿去旁听法律系的课 那堂课刚好在讲亲子认定 结果老师就举了 沈世华的亲子判定 作为案例讨论 女儿还觉得很酷 回家后还跟他说 自己一定可以考满分 因为他相关资料都有 可见对于他当年的事情 女儿早已能用积极态度面对 对父母没有任何仇恨和怨言 前段时间他欢度生日 女儿巴比也悄悄现身 而当沈世华被问到 想不想找个老伴时 他说 平时考虑女儿比较多 所以自己很久没谈恋爱了 现在也不会去想这些 以及他这二十年来都没交男友 他当年与林博石谈了一段不伦恋 生下巴比后分手 虽在1998年 为了让巴比有爸爸 打过正名官司 但最后不愿让巴比接受领养 又撤掉了官司 独自养女 多年来他跟巴比的感情超好 而被问到 未来巴比出嫁怎么办 他则说 女儿结婚自己就是陪嫁品 之前他为了饭团之家忙到没时间陪巴比 还瘦了五公斤 只剩44公斤 愧疚的二度累撒摄影棚 还说 当时戏播出后 根本没时间为巴比煮顿饭 让他常常吃泡面 真的很对不起他 而贴心的巴比则私下准备妈妈最爱的香蕉口味蛋糕 带到蓬莉给妈妈惊喜 还心疼地说妈妈每天素颜穿着T恤牛仔裤就赶着出门 已经不在乎打扮了 而事实上 沈世华每天只睡四小时 曾错过不少跟巴比相处的时间 幸好他很体谅 会到台试探班 周末出去玩 也会到电视台等妈妈一起回家 沈世华还透露 就算回到家 巴比睡了 也会让他起床亲亲抱抱 然而 说到女儿未来的发展 哪怕沈世华身为艺人 也打死不同意女儿进入演艺圈 他说 虽然女儿很有艺术天分 但不管对演艺圈有没有兴趣 就是不准他进来这圈子 因为自己在这行吃了很多苦 所以不希望女儿也受同样的苦 但若是幕后工作 倒是可以尝试 母女二人走到今天 也算是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经营出了自己的幸福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分享父亲生前的病况时 沈世华竟然语出惊人表示 其实他身上也带有帕金森症的异传基因 有5%到7%几率会发病 但好在他如今已能坦然看待 并用正面的方式看待 还说 人生充满变量 没有抵达终点之前 不可能预知答案 最重要的是 把握当下这一念 做好自己就是圆满 其实人这一生中 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 虽然这些事情无法预知 但却可以决定 自己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不管发生什么 还是要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去应对一切 才能有对抗生活的勇气 才能在困境中突围 而且只有对过往苦难彻底释怀 才能迎来新生 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深陷于从前的苦事 很难感受到现在的快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